第四個角色 這個打起來應該會蠻 看起來會蠻無聊的 這就可能會兩邊都很camp 這兩個都是能camp的 好 開始囉 Root 我管理先 這邊那個抓被躲掉了 你這邊可以拉大一點 不行 太大了 褲都很快 都很快就可以上buff 這個應該不是 這是故意的嗎 不確定 喔唷 再直接放這個 那個被槍殺掉了 火球被槍殺掉 喔 補血 跑後多變得應該打射了 唉唷 這邊想要使用down air 結果沒有打到 反而被庫特用阿斯瑪捅了 其實那一刀的時間還蠻難抓的 呃 最好時間跑 唉唷 哇 不愧是我們的 Sweet spot 老師 他捅了一個Sweet spot 結果直接在一個 看起來很低的percent把他捅死 好像才50幾60幾而已 對 對對對 剛才那個是有 喔 看風 沒錯 勇者也有一招 呃 他剛才那個 False map是 頭到Sweet spot 而且有蓄力過 對啊 痛死 現在一個 一個撤退的就有19發 可貴是勇者 好 這邊使用了那個 RB把 兩個人都是就是 爆發起來就很有爆發力的角色 對啊 這兩個角色就 一個失誤就 可能就直接掉一命了 這兩個角色 這兩個角色其實都算是有一點 CAMP特性的容量 對 對啊 好 好 是很資利回 這邊那個 這邊勇者的優勢其實在於說 他的飛道跟buff的資源實在太多元 所以那邊的話 其實 其實最 對於那個 戴雨來說最好的狀況是 他有辦法施壓讓 庫特沒有辦法 啊 吃到 抓到大魚這個跳 他被那個 二階的火球打到了 對啊 二階火球其實就很強了 還蠻痛的 我也看起來小小一個 可是其實破壞力很大 魔法 其實只能擋弓箭那一招而已 好 back pro 這邊 這個downer想要再打 沒有打到 他大概一直想要試著去抓 庫特的 Friend 欸這邊一個漂亮的backer 他是騙到的庫特使用起身 他讀到他那邊有讀到 因為他那邊那個方式往後跳在戳backer的話 他不管是roll 或原地起身都會cover到 對啊 很聰明 很聰明的一個女生 哇呀 爬束不夠,欸呀 既然是被這個偷到 天啊 咱們說 這個 不愧是我們的 大棒老師 敲一下就下去了 剛才之後那個 剛才之後那個被偷炙的虧死了 非常的虧 原本是庫特有 因為庫特他剛才其實 percent上完全是領先的 結果最後那一下 被偷到一個力道真的太大 完全就回來了 其實就是貝爾斯的強處就是 可能你以為你發速比較領先 然後結果一個貝爾 一個下smash 對 就是那個 就是BiLiv他畢竟是那種 他就是那個 如果你喜歡Reed的話 他是投資爆手率特別高的那種方式 加上就是大宇很有經驗的選手 所以 這樣是蠻完美的組合 嗯哼 對 好 第二場 換到BiLiv的組場 換到BiLiv的組場 對 為什麼會換到BiLiv的組場 奇怪 不是庫特選嗎 唉唷 這邊被AirJuggle 唉唷 這邊好痛 60C發 一開始就有60C發的優勢 但是也不能小看勇者瞬間回場 那個卡蹦沒有打到 對 理論上來講 大宇其實應該也是會有一點優勢 因為 大家都還沒有隊友 BiLiv是比較沒有應戰經驗的 所以 還是比較有可能會出現失誤之類的優勢 不過我覺得 BiLiv他不是一個太 複雜的人物 就是說 BiLiv他有一些那個 就是說 BiLiv他以那個人物來說 並不是太複雜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目前遊戲中 劍長最久 最遠的一個Zooner 對啊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如果你有對劍的Zooner的經驗的話 那能不能 BiLiv他成功的 移動速度的優勢 BiLiv他就是一個最極端的 Oh my god 差一點就破盾了 不會是我們的破盾大師 啊 可惜 立刻被大魚換回來了 對 那這Messar其實節奏真的很慢 對 對 兩邊都一拳一拳打 一拳一拳打 然後打三拳大概就結束了 對啊 打三拳就結束了 這兩個角度就這樣 這兩個角度打起來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 你知道 如果是 沒玩過大亂鬥的人 就覺得 太無聊了吧 但是有經驗的人 就覺得 哇 太深奧了 那種感覺 這邊 對於大魚最不利的狀況 其實就是 庫特幾乎抽到的Buff 對 他如果 我猜這 一哭的應該 大魚來說 最難搞的Buff 應該是 加速的那個Buff 對 加速 加速還有Psych Up 這種 這種很大的一拖 你看 唉呀 救死了 撤掉 還沒有還沒有 我想說剛才有Psych Up 非常完美 剛才我把以為Psych Up 唉呀 還是被打了 抓到了大魚 感覺大魚會跳 非常漂亮 大魚全丟 欸 還沒有 他打到的是那個 大弓箭 他剛才打到的是Fair的Sour Spot 所以沒有死 如果是Sweet Spot 可能就死掉了 唉呀 這邊用弓箭要熟 然後下頭 結果這個 沒有這個 壓力真的很大 隨便一張摸到一下 可能就去了 Valif的那個 Aptail手 Aptail在卡邊上 真的很強 因為他的那個 Cover的範圍真的很大 酷樂那邊選對選 沒有被卡 唉唷 好險好險 差一點就射中 差一點點 酷特的Buff過去了 死神都同樣飄過 大魚試著去攻擊 但是酷特很快就 唉唷 其實剛才那樣子 如果大魚稍微早一點 Airdodge可能就最早了 他應該有在看 對他應該有在看 唉唷 那個放空 這兩個反應速度都很快 噢 自殺 可惜 他只要賭一個大了 這個賭一個大了 其實是蠻賺的啦 因為其實 以大魚的經驗來說 那個Suck是早晚都要掉 對 那如果旁邊開始賽到的話 55%直接換掉一條命 對 獲得這個 對 那邊大魚的spacing其實 其實蠻成功的 所以其實就沒有 就沒有真的打到 因為跟勇者打 永遠都要注意這種事 對 那現在是不用注意了 現在坦白的話就已經結束了 唉唷 唉唷 對 F2 喔 卡蹦 唉唷 那卡蹦的時候 大魚有點遠 大魚他那邊 唉唷 這個被抓到 大魚看到 不得使用accelerate 知道他一定會立刻 踩基金的手段 對 他最後那個jump被抓到了 好 大魚拿下兩個 對 現在是三戰五 三戰五 現在是五戰五 對對對 現在是五戰三勝 OK 好 第三場 不得選擇 其實可以看到他就是在牛熊上的話 擁著的花樣是比 敗得多 對 可是就大魚他最後 就大魚第一局跟第二局的話 都是說他有抓到那個 抓到一個可以反打的機會 那機會沒有被他漏掉 喔 酷特選了 Mementos 就是 女神英文路的 地圖喔 非常非常讚的配樂 可是我們聽不到 聽不太到 我們在這邊其實 音量是有點大的 而酷特最近也在玩那個 女神英文路 先受小知識 所以 可能是因為這樣 好 呃 PILAS對上 龍者 第三場 這個應該是不至於拿他 他就救個出來 兵練度還不夠 哎呀 這邊那個卡布放了 卡布那邊位置放空了 因為大魚在他頭上 呃 大魚好像一直都蠻留意的那一招的 對你看 非常非常難命中 欸 其實他的抓劇欸 感覺也蠻長的 跟其他生活角不起來 欸這個這個Reed 欸 好險 好險 他剛才那邊大魚是想要直接 嘗試用Sman抓一個2frame 對 這個也想抓2frame 沒有抓到 哎呀 這個Made是不是被打掉了 還在泳唱就會就死 就會射 好現在大魚想要抓 想要找Backhead 欸 酷特出現了 Accelerate 喔果然 Fallets現在有點 有點難應對 對 畢竟速度實在是有點慢 好快 好快 怎麼下來 快快快快 快還要更快 大魚剛才用那個 用那個 Neu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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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一個東西 其實看起來是有打動的 可是 直接上面沒有打動 漂亮的原地 Spot Dodge 欸 打到了 這是Sweet Spot 對 Fair的Sweet Spot Fair的那個 Fair其實有兩段 一段是軟判 因為硬判 軟判可以combo 硬判就算 肝子跟長矛的部分 對 那軟判是有很強的combo性能 對 啊 Q 喔這邊大魚真的很小心喔 對 他完全沒有 他其實 就可以看到他的 spacing都是剛好抓在那個 他沒有站在水平線上 對 因為 勇者的都是水平 對勇者的飛到都是水平線 所以他選戰場 打其實很 就是在戰場這個場地 跟他打其實是 我覺得對勇者來說 酷特很要考慮 哎呀 這一次 噢 他那個好兇狠 卡蹦的 卡蹦延遲放出喔 對 那那個不只是卡蹦 就是他卡蹦卡在那個 那個windbox裡面的時候 大魚 大魚還剛好被 庫特的那個dash attack 打到的 所以那兩個 不管怎麼樣都會死 還有那個 這個超強的 阿斯曼沒有打到 庫特的更迫 我現在庫特就變得比較激進的進攻 只要庫特拿到extaller的時候 他都會變得 比較 主動 不過 用的就是一個 真的 你要抽啦 你用的就是要這樣 你運氣好的時候 怎麼抽怎麼有 運氣不好的時候 就真的很容易卡 對 這邊spot die之後 用這個東西 然後這邊使用flag 他應該是覺得大魚會跳下來 對他覺得大魚會跳下來 好 這邊 丟 丟一個 貝爾然後這個回 阿 西瓜雜 應該是怕大魚的貝爾 但是結果 延遲了他的回場 他那個延遲回場的時間 剛好夠大魚用單位把它敲下去 對